會有十五款的海膽、三文魚子 也會有白生魚、油甘魚 漿阿瑪的食材都會放到當飯裡面呈現給大家 特性的南奇吞牙魚飯 我們都會用很多種不同的部位 希望只吞牙魚飯都有很多種不同的感覺和味道 給大家 留言、分享和訂閱我們 還要按一下小鈴鐺 想吃海燕是否只能排隊? 不是一般好吃 是XX好吃 會每個月去覆診 你餐實在太好吃了 應該是我有生意來吃過最好吃的魚生飯 你好 我叫陳爾賢 大家都叫我做賢師傅 4月中事業 我們5月1日正式開張 大概一月一個月左右 都頗受歡迎 都有留意一下 我都會在那個博物裡面 都會研究或者看看其他師傅在做的事 做了這行二十二年左右 我最主要是跟建成那邊的 大概做了六年七年 大概一三年年尾 就和幾位師兄弟一起在元朗開了一間 叫做壽司之神 大概一六年的年中 再在元朗銅區開了另一間壽司園 上年三月左右 就弄了一隻手 然後就開始休息 休息到今年年頭 就開始著手教這間魚生飯 今次開魚生飯 就希望將一些廚師法版 再將它造成魚生飯 用一個大眾化的價錢 再給更多人去吃 最主要不同 可能平時外面吃廚師法版 就可能叫做逐款逐款上 我就會一次過處理好 就放在同一碗飯 就盡量都會令到 每一種魚都會有不同的味 你吃過一旦都會有不同的感受 魚生飯都可以煮到很好吃 不是就這樣新鮮一條魚湯圓 就去給客人吃 會再加了 每個師傅有不同的方法或技巧 就盡量幫客人調好味 每個客人吃到的感覺 那個味覺都是一樣 會有15款的 海膽、三文魚子 都會有白生魚 會有油甘魚、漿紅魚、平靜魚 然後會有光脈 類似青魚、瓷魚沙甸魚 吞拿魚腩、寒蝦、貝油都會有 把阿媽卡錫的食材 都會放到當飯裏 呈現給大家 我們現在的醋飯是用七星和夢美人 都是來自北開道的 它會比較漿糊糊一些 和粒粒分明一點 用的是用白醋 都會比較清一點 不會太重味 特性的南旗吞拿魚飯 我們都會用很多種不同的部位 有時是用燒吞拿魚的最避的魚腩位 燒吞拿魚的老天 大吞拿魚腩、中吞拿尺寸 還有一些叫做中落的 是骨與骨之間的肉 我們要用豉油醃 還有一些碎蔥吞拿魚的魚腩肉 有七款的 逐款逐款吃 最後才再混在一起吃 希望只吞拿魚飯 都有很多種不同的感覺和味道 給大家 很多地方燒清魚飯 都未必會拿新鮮的清魚 我們會用一些新鮮的 鮮度會高一點 油份也會重一點 燒久之後 它也不會很乾、很柴 燒到八、九成熟 不用全熟 都會壞很多 可以用一些平民少許的價錢 都可以感受到 很多不同種類的魚鮮味 都想多些人去試到 很類似我媽媽加西的體驗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